他对我有再造之恩 但我对他只有感激之情 在我心里 为你一人 真的 我若有半句虚言 不得好 不许你周自己 我信 后来 蓝化阳企图夺赦于我 好在我拥有神烟中 实力更胜一筹 逃出了紫阳宗 从那天开始 我被昊天宗 和紫阳宗联手追伤 剑凌风身死 我在语焉的帮助下 才得以脱身 他当时劝我逃往海外 远离纷争 可是 你的仇 师父的仇 剑凌风的仇 我不可能放下 如果能放下 或许你可以跟他 幸福地度过余生 没有如果 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 之后 我耗费数年成就武王 杀了浩宜龙 被八大宗门合力围剿 最后 跳下决天涯 无论这波 是真是假 如今 我们的命运 掌握在自己手中 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就让他烟消云散吧 何天宗不会善罢甘休 这个祸端 必须铲除 你有什么打算 我准备借用炎黄秘境的机缘 尽快增进实力 而且 也要帮你们共同提升一下 只是 那个地方 每次只能带一人 而且是速魂境巅峰的尊者 才能进入 看来 我得尽快修炼到速魂境巅峰 兵禅宗的寒玉宫 是一处宝地 如果能在那里修炼 将事半功倍 明天我们去一趟 还有一事 何事 前世 我有愧于颜 我想带他去炎黄秘境 作为补偿 我相信你的为人 你做主就好 谢谢你 若兵 弟子 给师尊请来 你们终成眷履 为师就是寿源将近 也没什么遗憾了 师尊若能突破五王 寿源还藏着呢 嗯 几乎此福 就能去炎黄秘境 那里 有我为师尊准备的礼物 哦 到了那里 师尊定能突破 成为五王 此话当真 这是神武玉璧 只要将手按在上面 就能获得一门 至少是地级的五道传承 我为师尊 世界竟有这般惊世骇俗的功法 师尊 我们回去再闭关修炼 恭喜师尊 叶峰 这次真是托了你的大福啊 若非师尊鼎力相助 就没有弟子的今天 这些都是应该的 若兵 师尊接下来要闭关 我们先告退吧 有了这丹元帝火爵 我的修为定可以突飞猛进 公子 夫人 剑大哥是前辈 叫我若兵就好 那可不成 我现在是聂家总管 理数不能丢 剑大哥随意就好 我们这次来 是想请剑大哥 再守护聂家一段时间 公子救我于水火 又助我突破五王 只要你愿意 我会用剑下五百年寿源 守孽家平安 剑大哥客气了 这五百年不能白忙 我送你一个突破五胜之境的大机缘 有这种好事 你跟我来 按照我刚才说的 去试试吧 啊 啊 啊 哼 啊 影 哎 真是地阶武学 公子大恩 先凌风莫尺难忘 将来定会守护好聂家 赴唐蹈火 再所不辞 有劳剑大哥了 一会儿 我和弱兵要去兵蝉宗 家里的事就交给你了 你说 他们会答应借寒玉宫吗 我自有办法 卫月里凄凉 看世梦蹒跚 笑着人世里 虚假最美就闪眼 是非千遍 红月千言 风云在你的面前 谁战的流明云天关 习惯遍留这些迷乱 一生痴醉的梦千年 难忘真心生死见 一生痴醉的梦千年 忘不了真心生死见 家如若花尽风雪如烟